大家好 HiFam 向陈凱村 摊在我们面前的肯定就是一个HiFi架 为什么要摊在这里呢 其实今次主角是一个黑胶唱盘 黑胶唱盘的尺寸比较特别 所以要找一个符合它用 特意为它做的架 现在这个架就要开始由它砌起来 接着就到黑胶唱盘了 这个HiFi架的模特是什么呢 H12L Solat Steel 意大利Solat Steel HY2L 现在可以开始砌了 都听他们说过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不过砌起来也有个次序 如果你乱了次序的话 就会比较麻烦 手不成细 所以大家都去看看他们的次序 先砌起来底层 先放下脚 底层部分都差不多完成了 听说现在这个系列的架 好像是有得给你加长短的脚 去 让你适合不同的用途 没错 它是可以有一个自由组合的方式 最短是145mm 至305mm的高度 就是层板与层板之间的高度 可用的高度 现在来就是 再砌上一层 我相信这个架的形色比较特别 也比较阔 如果不是标准的架 其实就想一人都应该砌 counter 没问题的 其实一般客人都是堅上自己砌 counter 没问题的 稍後黑膠唱盤出場 大家會知道為何要用一個這麼闊的架 它一定會預備一個腳座給你 因為它是尖釘的 如果你是用木板地或硬地 當然要保護你的地板 但如果不是用地毯 其實那幾隻腳都可以不用 就視乎你的需要一定 底層搭上去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當然量度水平 這個很重要 安裝非常簡單 日後有需要可以再加一層兩層上去 就是這樣 接下來會到黑膠唱盤